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滚猪油的设计 非常强烈的那种木质香 很暗 然后很潮湿 然后是夜晚的那种森林的感觉 我想用它搭这只 这只香水呢叫做加州红菊 就是太菊了 非常非常菊 感觉身边全都是菊子 混合在一起 浓浓的森林中 不然一抬头 看见树上有无数的水果 神秘中带了一些清新 然后接下来的两只香水呢 也是非常值得推荐 就是品牌中的头牌 也是我买了很久的香水了 这款呢是 这个品牌的有名的杜桑 也是我刚住香水坑的那个年纪 一段四月买的香水 很好闻 中规中矩 然后是那种 暖暖的甜甜的味道 就觉得这个人很温柔 就是这个味道 很多场合都可以喷 但是并不惊艳 那这款味道呢 也是我当时非常喜欢的 很强的摄香家 玫瑰的那种味道 它的味道还是比较的温柔 又有个性的 那这个就是中规中矩的甜味嘛 刚好这款里面又没有甜味 就把它们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 那喷上它的味道 就突然觉得这个人丰富了起来 就不只是光街这么简单的 可能你还跟闺蜜一起去 好吃的餐厅吃一顿饭 还喝了点小酒 然后从下午灌到晚上的感觉 自己可以体会一下 接下来的这两只 哇 又到了重榜推荐的时候 如果没有的红薯宝宝 赶紧去买 不闻到这种味道 简单是亏的网 这个是叫做无尽之水 它单纹都是非常大好 就花而不艳 然后淡而不薄 这味道值得稀稀品味 那这款呢 是这 它们家的收藏系列 我买的是枝子花香 也是刻名字的 我也是非常喜欢在自己下水上 刻名字了 不是雨水后的花香 是阳光照射后的那种花香 花中带着温暖 带着自信的感觉 谁知道把它们混搭之后 我试完以后更好闻 非常的有个性 然后身上的元素非常的多 这个女子不简单 超级好闻 这一只呢 我想给大家来做一个小试验 它的名字叫做夏日棉花糖 就是太甜了 太可爱了 然后还有甜甜的那种棉花糖的味道 那这只香水呢 我想今天用今天在这儿的六只香水 做一个混搭 我先跟在手上 用它试试 我觉得应该不错 不错的 这只有果香的这只果园的香水 加上这只木质玫瑰钓的香水 就会觉得 去了一个庄园的感觉 这个庄园里面有花 有水果 有草 还有楼 楼都呈现了 就感觉 感觉就是环境氛围感丰富了 最后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混搭的小技巧 有三点 第一点是 拼接 就是要混着搭 它的味道才能够出来 才可以层次才可以丰富 还有就是假如说两只香水来搭 就是要先喷淡的再喷闹的 然后这个小技巧就是 喜欢什么喷着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见啦